如果您來到喬治市 這座充滿故事的老城 您最想體驗怎樣的人民風景呢? 對於我來說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裡的 街坊人情以及老故事 這一集跟著我的腳步 一起來到喬治市的廣東社區 感受親切的廣東街坊情懷吧 這棟是孔姐的 口味粉 拿了很多獎 可以說這裡真的剩下不太多家 你做得好朋友 對呀,很好吃 我還想說 這是福建人以及潮州人的天下 但在一些地方 比如說喬治市的新街 日本横街生活公司就聚居了很多的廣東人 我還記得剛剛搬來賓城的時候 來到這一區 很驚喜地發現 這裡的商家 這裡的居民都是講廣東話的 而且路街上到處都可以找到 廣東的點心茶樓 路慈河的廣東餐館 以及廣東小食等等 真是有一種同聲同氣的老鄉情懷 其實我本身就是潮州人 在我的家鄉和風 我們自小就是講廣東話的 所以我本身對港府的情懷特別有親切感 這一天我就很隨意地散步到新街 在完全沒有計劃路線的情況之下 遇見了很多親切的街坊老店 也都重新認識這個充滿港府眉的社區 臨床在日本橫街以及宜福街之間的生活公事組屋 平時都沒什麼人注意到的 它其實就是檳城最早期的人民組屋 這裏周邊都可以找到很多老字號的廣東餐館 港式茶樓以及港式餅店等等 由城省廣告社再行前幾步 就是很多路濱城人都很熟悉的良辭記 路餅家 這裏依然可以買到一些傳統的廣東懷舊餅食 比如說咸切酥、摩托酥、胡椒餅、核桃酥、椰撻、雞蛋糕等等 這間路餅家依然保留很多失傳的路傳統 連些咖喱餅都有很特別的名稱 紅色的就叫紅寧、黃色的就叫黃寧 紅色的就叫黃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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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的 紅色的 這天我都買了一包胡椒餅回去 這款胡椒餅吃下去很脆口 有很濃郁的香味 確實是一種很傳統的古早廣東餅食 行出生活公司 街上都有很多美食的選擇 如果說想吃些小食的話 鳳姐的美食檔口肯定有一款適合你口味 鳳姐說她開檔有四十多年 在這個檔口有各式炒粉、糖水、螺味飯、胡椒羊料、 美味又飽肚 是很多路街坊的早午餐選擇 半夜三點起床上來煮 因為很多羊 很多工 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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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稱呼 怎麼叫你 阿鳳姐 鳳姐的這檔 炒味粉、螺味飯 我賣湯水 四十多年 認住阿鳳姐 你們有招牌嗎? 沒有 鳳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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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很舊式的卸衣店 新街很多路店都已經消失了 但依然都有一些路店是繼續營業的 就比如說這間新華卸衣商店 就是以前的男士名牌專賣店 這裡賣的都是一些男士的高檔卸衣 那下次有機會都是要來光顧一下 這一區曾經有很多金舖、籌裝、服飾商店等等 現在很多都已經轉型了 老街的面貌真的改變了很多 無論如何 依然有些路店是深受歡迎的 就比而說這間有100年歷史的 Nasicanda Hamidia 幾乎每天都排長龍 在新街都看到很多中藥店 這一天我就想買些潤厚的藥荒 就來到古式古香的普安堂 認識了這間老字號的繼承人陳醫師 為什麼叫做普安堂呢 我爸爸自己安的 因為開藥財店 要幫助人民 大眾以前幾十年前 之後 剛剛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後 我們開的 經濟不好 衛生設備不好 很多人都有病痛 很多人都有病痛 開一間藥財店出來 為及大眾 好及大眾 希望大家平平安安 好有意思 他就說這個 好有意思 我爸爸12歲 讀完書 在廣州 就出來藥財店學同 學同做學同 17歲就過來南洋 開始做藥財店 後來就自己開了這間古安堂 到今時今天 你就接手了 我是第二代 第二代 接手 我爸爸也是中醫師 他教我很多東西 又教我藥財 這些真的要靠經驗 老經驗 有興趣 興趣 我對藥財 陳希思和我分享了很多中藥行 獲得獎 我可以感受到 他對家族事業的自豪 以及敬重 他也很想這間路店 可以繼續延續下去 但目前仍然找不到接班人 以前中國廣州藥財店 所有招牌都是這樣的 這間廣州藥財店 很愛好是我爸爸自己 參花掛蠔 哦 真的這樣 參花掛蠔 是春秋的 春秋 春秋 這是一間路店 75年 可以說這裏 只剩下多少間 所以好好補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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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 還是補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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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我好好的朋友认识黄小姐 我们做个好朋友 对了很好 有什么同红婚请我来找你 我又要你指教一下我多些东西 好好好 好像普安堂那样的中药路店 除了是一间药行 也好像一个街坊的休息站 路过的人 随时都可以进来询问 保养身体的意见 或者聊聊天 这些就是最美好的街坊人情媒 在乔治市 我再次找到这种昔日的街坊情 虽然很多旧景象慢慢消失 老街坊的人情媒依然触动人心 我和自己说 以后真的要多些来老街行下 制造更多的街坊回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